萧天耀这人总能一本正经地说着调戏人的话 比无耻,比脸皮厚,小媳妇林初九自然是完败 不是萧天耀对手的林初九 只能乖乖听话,给萧天耀脱掉身上的铠甲 至于之前的询问,林初九已放弃 反正她就是在问一百遍 萧天耀不说还是不会说 而她又奈何不了萧天耀 可是,当林初九把萧天耀的铠甲脱下 看到萧天耀胸前崩开的伤口时 小媳妇瞬间化身母老虎 王爷,这是怎么回事 林初九脸上的表情羞得一收 和萧天耀一样面无表情 隐隐还有强压的怒火 知道自己有错的萧王 这次没有那么冷傲 林初九问,她就答 伤口崩开了 伤口崩开了?你出去时,我怎么提醒你的? 林初九气得直磨牙 手指在萧天耀的伤口上戳了一下 你不爱惜自己,可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我赶了六天的路,磨得双腿流血 连眼睛都没有合一下,就给你智商 他现身了,可他身受重伤的流言还在 要是不露一手,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看到他没有受伤,又如何能震慑他们? 人生在世,有很多不得已 如果可以,他也不希望伤口再次裂开 他可是知道,林初九有多讨厌他不爱惜自己 算了,这也不是你的错 林初九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听到萧天耀这话,就明白他的无可奈何,他的不得已 轻叹了口气,林初九收起怒戎,抱怨得道 你就不能让别人出手吗? 明明身上有伤,也不知道注意一点 你知不知道裂开的伤口有多难缝合? 下次注意 萧天耀从善如流地说道 而他的配合,把林初九吓了一跳 萧天耀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换人了? 林初九愣愣地看着萧天耀 换来萧天耀不客气地一个弹纸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帮本王把铠甲全脱了? 这才脱到一半呢 哎哟 林初九捂着被弹痛的脑门 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很疼的 肯定红了 十有八九留下印子了 萧天耀还是那个萧天耀 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 不疼,不长记性 萧天耀指了指自己的铠甲 提醒林初九 这个做事做到一半就停下的女人 真难伺候 终于明白你之前为什么不娶妻了 肯定是怕人家受不了你 羞了你 林初九嘟囔地抱怨道 胡扯,谁敢羞本王 萧天耀脸色一凝 一脸严肃地道 本王之前不娶妻 是在等你 本王要早早娶妻了 你还有机会嫁给本王吗 真是 委屈王爷你了 明明是一句十分动人的情话 可由萧天耀嘴里说出来 却是生硬冰朗 完全没有情意绵绵的味道 林初九实在感动不起来 萧天耀认同地点头 直到本王委屈就好 以后快一点 萧天耀理所当然的样子 把林初九郁闷坏了 这男人还真是得寸进尺了 林初九咬牙 发现自己说不过萧天耀 索性闭嘴 老老实实地 帮萧天耀把铠甲给脱了 然后扶着他躺下 我给你重新缝合 刚做完开胸手术 这个男人就把伤口崩开 简直是不要命 嗯 萧天耀硬下 眼眸威闭 可很快又睁开了 记住 不许给本王喂乱七八糟的药 打乱七八糟的针 本王不怕痛 萧天耀十分厌恶 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 之前意识不清 被林初九算计了就算了 现在绝对不可以 知道了 林初九见识过萧天耀忍痛的能力 不会傻地再劝他 反正痛死与他无关 虽说看到萧天耀裂开的伤口 很不高兴 可实际上林初九早有心理准备 早早就把药和手术包准备好了 将屋内的灯都点亮 调整好角度 确定没有问题后 林初九一丝不苟地将长发包起来 然后静手 戴上口罩与手套 女人就是麻烦 除了本王 还有谁受得了你 看林初九摸摸蹭蹭的 萧天耀十分高冷的道 林初九没有接话 只是默默地看天 夫君太毒蛇 招架不住怎么办 他好怀念当初那个高冷 不苟言笑的萧王 默默地吸了吸鼻子 林初九收拾好心情 走到萧天耀身旁 弯腰 不是手术台 高度完全不科学 林初九只能弯腰低头了 会有一点痛 王爷你忍着点 林初九说话时 手里拿着一把医用剪刀 正在剪萧天耀的上衣 为避免意外 林初九一直盯着萧天耀的胸膛看 那眼神 专注到 就好像全世界只有萧天耀一个人 而这正是萧天耀最喜欢的 他喜欢林初九眼里 只有他一个人 就好像他是他的全世界 他是他的全部 林初九动作很快 三两下就把衣服剪开了 稍稍逝去外面的血迹 林初九小心翼翼地 将断裂的缝合线挑出来 这是一个细致的工作 为了不给萧天耀造成二次伤害 林初九必须高度集中 全心全意只看着伤口那一块 认真 专注 完全不受外界干扰 也就不知在他工作时 萧天耀一直在看着他 眼也不眨 忧生漆黑的毛子里 只有林初九 就像是 他是他的全世界 是他的全部 细细挑出所有的断线 林初九长长地松了口气 萧梯要在林初九发掘前 先一步合上眼 没让林初九看到他眼中的 欢喜与情意 不能让这个女人知道 他有多在乎他 不然 这女人十有八九 会高傲地找不到北 以后想要降助他 就难了 不得不说 萧王的想法好有道理 竟是不知要如何反驳了 伤口崩开后 要再次缝合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因为原来的针孔都被撕开 无法再落针 他得重新找地方下针 得用力将皮肉绷紧 还要将坏死的皮肉清除 这不仅仅是个技术活 还是一个力气活 不过缝了十来针 林初九就累出了一头大汗 打算停下来给自己擦擦汗 就见一只大手伸过来 林初九愣了一下 一抬头 就对上萧天耀深邃的毛子 然后 没有然后了 林初九就这么愣在那里 任萧天耀给他擦汗 别看萧天耀是个大男人 杀人不眨眼 可他拿着帕子的手 异常温柔 擦拭的动作也很轻 至少林初九感觉不到一丝疼 只觉得像是羽毛 轻轻拂过 心间不由自主地颤动 不知是受伤还是因为什么 萧天耀擦拭的动作很慢 一点一点 十分细心地将林初九额头 鼻尖 还有脸颊的汗珠 一一擦拭干净 那一刻 林初九有一种自己是珍宝 被这个男人捧在手心的错觉 可也只有那一刻 因为萧天耀擦完后 就坐了回去 冷着脸道 还愣着干什么 继续 声音冰朗的就像是在训斥下树 没有一丝文情 啊 哦 我这就继续 林初九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自己失神了 自己居然在手术中 失神了 好不专业呀 要让他的指导教授知道了 估计会记得吐血 丢人 丢人呐 林初九一张俏脸 仗得通红 再不敢乱想 专心地给萧天耀逢合 就怕再出什么意外 事已 林初九也没有看到 萧天耀细血的笑 和隐含得意的眼神 因刚刚失神的事 使得林初九十分郁闷 为了不让萧天耀认为他不专业 林初九手上的动作 更快也更仔细 很快就收针了 王爷 伤口重新清窗缝合了 接下来的几天 你最好卧床休养 要是伤口再裂开 我真没有办法给你缝好了 再裂开 内脏都得露出来了 嗯 萧提耀应了一下 至于有没有听见林初九的警告 这还真不好说 知道萧天耀这人主意大 林初九没有再惹人闲得多说 麻利地帮萧天耀上好药 便给他缠绷带 伤在胸口 为了固定 林初九必然要将绷带 一圈一圈 从萧天耀背后绕过来 萧天耀也很配合 林初九缠绷带时 他便坐了起来 好方便林初九动作 萧天耀是典型的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身材非常好 上半身并不粗犷 也没有突起的肌肉 但是萧天耀是男人 他上半身怎么也不可能娇小 林初九想要将手绕到后面 并要紧贴着萧天耀 给萧天耀缠绷带时 林初九整个人都医在萧天耀的怀里 时不时还要勤轻一下 这个时候 胸前傲人的双风 就会贴在萧天耀身上 从他身上擦过 林初九自己没有察觉 可是萧天耀不是死人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柔软袭击 萧天耀很想说他不在乎 事实上 他面上也确实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可是 某些情况下 身体的反应是不受控制的 比如 原本没啥精神的分身 这个时候正傲然挺立 要不是有被子遮住 他怕是要丢脸了 这真是折磨 可萧天耀却没有喊停 更没有提醒林初九 就这么让林初九一次一次靠近 又一次次离开 任由林初九挑逗他 勾引他 可惜的是 萧天耀不叫停 林初九也不可能一直给他缠绷带 绕了十来圈 林初九便停下了 在后面打了个结 麻利的剪断绷带 王爷 包扎好了 你可以躺下去了 萧天耀脸色如常 眼眸依旧是平静 淡漠 林初九压根不知 他已经把这个男人挑出火来 嗯 声音比平时低沉 嘶哑 像是在极力压抑什么 不过 萧天耀只说了一个字 要不仔细分辨 不会察觉他的异样 林初九就没有发现 缠号绷带后 林初九将燃血的帮带和医疗垃圾收拢 然后去洗手 萧天耀的目光紧随林初九而动 看着他走到同盆前 看着他转身 然后视线从后脑勺落到林初九的翘臀上 以欣赏的眼神 以欣赏的眼神看了一眼 萧天耀无视人一般移开 不多时 林初九便回来了 右手端着一杯温水 左手则是一把药 王爷 先吃药 等会儿再用早膳 军中三餐时间有定数 就是萧天耀也不例外 昨晚打了一晚上的仗 今天的早膳怕是会玩 萧天耀点了点头 坐在那里等林初九服侍 林初九很想说 王爷 你伤的是胸和头 不是手啊 可看萧天耀那大爷的样子 林初九忍了 左右是为一餐药吗 就当是在照顾瘫痪在床的重症患者好了 林初九在萧天耀身侧坐下 先给他喂了一口水 润润嗓子 这才给他喂药 一共十粒药真不多 至少林初九一张嘴就能吞下 可是 萧天耀却一磕一磕地吃 而且 不知是有益还是无益 萧天耀每次吞药 舌尖都会从他手心扫过 炙热的舌尖划过手心 滑腻酥麻 让林初九在头皮发麻之际 又忍不住心中一荡 这是挑逗吧 心里痒痒的 心间就像是被人挠了一下 想要避开 又想要更多 随着萧天耀的动作 似有一股无名的火 从小腹升起 林初九 有一种丢下药丸就跑的冲动 可每每看到萧天耀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他又生生忍住了 他要跑了 那不就是不打自招了 左右还有几粒药 他忍还不行吗 林初九努力压抑身体的悸动 闭着眼 咬着牙 不去看萧天耀 任萧天耀 一粒一粒地卷起手心的药丸 总共也就十来粒药 萧天耀又不想做得太明显 很快 萧天耀就将药丸 全部含在嘴里 林初九 长长地松了口气 可是被萧天耀舔过的手心 怎么都觉得不自在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林初九还在自己身上搓了两下 想把手心的口水 还有那种触电般的感觉搓走 萧天耀垂眸微笑 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